欢迎收听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听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 我是编辑七号 今天是2022年12月9号 星期五 今天周五了 还是由七号来主持 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聊一件事情 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用AI对话的一个线上的程式 它是由OpenAI做的 叫做ChatGPT 最近应该很多台湾的朋友有在热衷玩这个互动的一个体验 最近我也在跟这个AI来做很多大量的对话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找一下ChatGPT 那可以对应英文中文也可以 日文也是OK 它是可以免费注册使用 那当中呢你可以尝试叫他回答你的一些问题 那我也尝试请他做了一些新闻议题的讨论 那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 跟AI对话的一些想法跟心得 好那今天星期五的新闻 首先我们来更新就是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换球 这个双方的一个球犯来做交换 其实呢我们在今年的七月份的时候就有讲过这个事情 那现在有新的进度 帮大家先稍微做一下背景的复习 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有讨论到一个新闻 就是美国呢有一位这个女子职业篮球 就是WNBA的球员 Greiner 她之前呢被俄罗斯就是逮捕 她去俄罗斯今年二月的时候 她去俄罗斯要比赛 结果呢就 以这个说持有大马 持有大马的这个理由呢就把她关押起来 那后来这个事情就演变成美俄双方 要针对于囚犯的这个换球交易的问题 那俄罗斯方面希望美国可以释放的是 先前呢也被美国抓捕的一位俄罗斯军火商布特 好那当初为了这个事情在双方在做一些谈判 好那在星期四的时候 12月8号现在已经确定了 美国总统拜登就宣布说 现在呢这位美国的球员 WNBA的这位Bryner 他已经确定是被俄罗斯释放了 那同时也达到了这个交易 就是被美国关押的这位军火商布特 那也同时释放 双方就来交换 那这件事情就算是在这一个协议上面 就画上了一个这个据点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谈一下中间的一些问题 因为在过去呢 谈论到这一个协商的时候 其实有相当多的争议 到底美国跟俄罗斯之间 需不需要做这样的谈判 要怎么处理 其实有很多的美卡在里面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回顾 这个Gryner 他在台湾有这番格莱娜 或者格林娜 他在今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呢 原本要是要到俄罗斯去参加比赛 那因为他身上有带一个电子烟 那这个电子烟里面的烟油 含有一部分的药用大麻 这个剂量是算相对是低的 但是呢 他就在机场的时候 被俄罗斯的当局就直接来逮捕 就控诉他说是毒品走私 那就逮捕之后呢 那其实也没有做任何公开透明的 这个审判 那一直到七月 今年的七月底的时候 那才在俄罗斯的法庭上面 要来出面作证 那他在证词里面 他就说他根本就没有要走私 这个大麻烟 在他这个电子烟里面 他之所以会待在身上 是不小心的 不小心他掉到行李里面 那平常他其实要靠吸食这个呢 来减缓他的运动伤害 那这个部分是有医师可以提供证明 他在美国他是可以这样使用的 那只是说他不小心掉到行李里面 然后进到俄罗斯 那他被用这个理由就关押起来 那当时候在七月的时候呢 就以此俄罗斯希望呢 能够来做囚犯的交换 那我现在手上有一个美国公民 那我希望换回的是 同样被美国也抓捕的 是俄罗斯的军火商布特 要双方做这个交换 那布特是谁呢 布特他是目前已经知道 全世界几大军火商之一 那如果大家有看过 很久以前尼可拉斯凯吉 演一个电影军火之王 那军火之王他其实是 不同的真实人物 他的故事在做改编集合 那这个军火之王故事里面的 蓝本之一就是这位布特 那布特呢 他大概这个崛起的时间 是在1990到2000年代 那他的业务范围啊 那就包括是全球各地的 可能是有叛军或者是独立的武装组织 包含集权的这个政府都有 那他自己呢 就要以贩售这个军用武器啊 比如说以这个AK-47的突击步枪 还有子弹 那以及呢军用的直升机等等 在军火类为主 那同时那他也被发现说 在非洲各地有很多武装内战 那常常都可以看到 布特军火商的一些身影 那根据美联社过去做的一些调查报导里面 就找到 他其实也在不同的地区 成立了很多的公司 那业务范围算起来的话 包括非洲 包括中东 甚至在美国 都找得到布特的足迹 但他自己呢 并不是说特别 隶属于特定的组织 或者是说自己有从事 某些政治倾向的行动 主要就真的是以商业行为为主 他在贩售的是军火 所以呢 他的这个客户对象里面 其实有可能彼此还有是立场对立的 也有 甚至也包含了恐怖分子 也都是他的客户 那美国特别会盯上他 也在于说中间摄入到了军火问题 那也把布特呢 当作一个是跨国的威胁 那中间他包含到武器的走私啊 那可能涉及到 卷入地方的一些武力斗争啊 等等啊 那后来呢 是在泰国的时候 那被美国给抓捕 那就关押在美国 那后来针对这件事情 双方要做这个人质的交换 好 今年7月的时候 本来还在讨论 这个交换到底应不应该成立 那在美国内部里面就有很多 不论是战略安全 或者外交关系方面的意见 那有的人认为是说 其实是要反对这一次的交换 原因是 等于是被俄罗斯拿人职 拿一个美国公民来做威胁 然后要换回对于俄罗斯有利的人选 那如果美国答应的话 那不就是被人家予取予求吗 会不会以后必须变成说 以后我只要抓一个美国公民 那我就可以拿这东西来做要挟 来跟你来换取我要的东西 所以过去其实在针对这个案子上面 有很多的争议 不过呢就结果而言 这样子的一来一往 那最后最终还是让格莱娜 成功的被交换 释放回到美国 那我们也看到 在BBC或者各大媒体上面 也有放出这个影片 格莱娜他这个一路坐上飞机 然后知道自己被释放了也很高兴 那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跟家人可以团圆了 那当然就美国政府的立场来说 能够成功救回自己的国民 那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 所以包含拜登在内 那当然在对外的态度上面 是比较正面比较激励的 那之中呢也有传出 在媒体的报道里面 也有讲到说 在这一次的协商里面 这个也有可能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有协助帮助了这一次促成协商 促成这个谈判的成功 不过美国官方自己是否认 他自己是否认说 有阿拉伯的协助 这个中间呢 主要原因是在于说 可能透过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的 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跟普丁之间的关系 那从中来穿针引线 似乎让谈判比较顺利 但这个美国官方 是自己有否认 好那现在换球成功了 但是呢就舆论意见里面 其实也有一些 不同的战略专家 那也要对于这件事情 是表达一些疑虑的 比如说他其实还是 如果变成了说 今天俄罗斯抓了一个美国公民 那就可以来直接来做换球 那这个是不是 拜登政府反而被俄罗斯 牵着鼻子走呢 那或者未来有其他的国家 中国 或其他集团政府 或者恐怖组织 如果也做同样的事情的话 那是不是以后就没完没了 那另外呢 也要来谈的是 这个布特 为什么特别一定要选布特 俄罗斯的军火商 中间就有很多理由的猜想 那之中呢 也有想到说 可能普丁对布特 他的想法是比有用心 因为可能会担心 布特在长期被关在美国 那布特呢 自己他摄入到的 全球的军火网络 那也是蛮深入的 中间也有当然 涉及到俄罗斯 所以有一个情报 是显示说 担心会不会布特呢 如果一直待在美国的话 那也许跟美国之间 达成了某一种私下的协议 或会不会呢 泄露一些俄罗斯的情报给美国 或者担心俄罗斯一些 内部的军事情况 那变成布特呢 拿来给美国交换的一些筹码 不晓得 所以有一些专家认为说 那这个对于普丁来讲 布特是必须赶快 要抓回来的一个人物 好 那我们接下来第二则 刚刚讲到沙奥地阿拉伯 我们继续来谈 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星期三的时候呢 那有出访沙奥地阿拉伯 连续三天的一个访问 那也见了这个阿拉伯的王储 沙尔曼 那双方 中国跟沙奥地阿拉伯之间呢 也签订了一些协议 有好几个 那我们这边也来谈一下 在最近的这个新闻讨论里面 中国跟沙奥地阿拉伯之间的贸易关系 伙伴关系 有了一些进展 那当然这也牵动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还有地缘战略的一些影响 我们这边先看一下沙奥地阿拉伯 自己的官方媒体 那也有谈到说 中国呢跟沙奥地阿拉伯之间签了协议 大约有价值300亿美元的一些谈判内容 中间也有涉及到了一些基础建设 然后还有包括到华为 中国的华为5G建设等等 那以及呢一些能源部署 或者能源的一些输入输出的协议 有些详细的细节呢 他们有在完全的公开 不过呢也可以看到说 沙奥地阿拉伯先前有提出一个 所谓的叫做沙奥地愿景2030 沙奥地Vision2030 这个计划 那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双方在这一次的三天的会面里面 那也有做了一些进展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华为 那这个部分也有进入到协议里面 包括说可以让华为公司的业务呢 进入到整个波斯湾地区 那来建设这个5G的网络 好那除此之外呢 中国跟沙奥地之间 也有来做了关于跟军事方面 有关的合作 比如说研发军用无人机 好那我们看下来 当然这个对于中国来讲 初访沙奥地阿拉伯 是一个蛮重要的行程 那习近平过去几年当中 是几乎没有外访 好那现在随着国内的放宽 以及二十大以后 他的权力地位更加的稳固之后呢 那寻找盟友这件事情 看起来是中国当前的一个 重要的战略目标 那之中就当然指向了 是沙奥地阿拉伯 这当中有一些背景原因 中国呢本来就是沙奥地阿拉伯 一个最大的贸易伙伴 好那这个阿拉伯自己 他也是中国的最大石油供应国 那彼此之间呢 在经济贸易上面 本来就是关系相当密切 那特别是双方可能有各取所需 那比如说中国现在历经三年的 疫情下来之后 经济状况当然是受到 很严重的这个重创 加上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短时间之内可以说是元气大伤 那接下来跟沙奥地阿拉伯 阿拉伯之间的合作关系 可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未来目标 那对阿拉伯自己来讲呢 怎么样去处理跟美国国际秩序的关联 那这个是也是接下来考虑的目标 那多结交盟友 看起来也是沙奥地阿拉伯 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发展的战略目标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切出来谈一下 沙奥地阿拉伯跟美国之间的关联 那本来呢双方一直也是在石油方面 还有在战略安全方面一个合作密切的盟友 那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 那但是呢近几年当中 其实双方的关系也是起起伏伏不断 其实呢关系上面不是很稳定 那从川普那个时候就也有说 试图想要来这个和阿拉伯之间 重建一些新的信任关系 但是也有在人权方面 在经济方面还有在石油的产量问题方面 美国跟沙奥地阿拉伯之间 一直有一些冲突存在 那所以呢在这一次的这个中砂之间 双方蛮高调的一个会面 看起来释出很大的善意 做了很多的协议啊等等 那对外界的解读来讲 也会认为说 这可能也是沙奥地阿拉伯在释放一个讯息 就是我未必非得依赖美国不可 未必非得就是跟美国结盟不可 沙奥地阿拉伯可能也有自己的选择 我也可以去朝向跟中国合作 那也许用这样的方式在外交上面 去达到一个这个左右逢源 或者是多方角力的一个效果 好虽然说我们可以预期 中砂之间未来在合作上面会越来越深入 不过呢我们也许也可以去思考几个切面 就是如果我们把它比 跟这个美国来比较的话 那中国能够取代美国的角色吗 特别是在跟沙奥地阿拉伯之间 中国是不是能够完全取代 或者是说来填补所谓的这个真空 对于美国的战略来讲 那如果跟沙奥地阿拉伯这边的 这个关系出现了一些破口 那比较担忧的是 的确担忧中国俄罗斯 或者伊朗来填补掉这一个真空 可是呢 就美国的角色方面来讲 除了经济之外 战略安全 军事安全 军事方面的这样的协助 这样的合作 对于沙奥地阿拉伯来讲 它是独特的 而且是重要的 那中国有办法取代这样的角色吗 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或者对中国来讲 它需要去做这样的填补吗 我们在军事上面难道真的要去更进一步强化 然后来填补这样的角色 这个对中国来说是有利还是有弊 那这个是的确可以观察的 所以在一些观测中砂关系的这个分析里面呢 就会谈到说中国可能相对起来 在军事安全 地缘战略安全方面 它可能没有那么想扮演像美国的角色 对它相对有利的来说呢 可能是在经济上面来深入 然后呢 在一个安全往后面 做它的一些外交工作 或者是经济工作 来企图来强化它的影响力 那如果在军事方面 他们的合作 中国跟沙欧利阿拉伯之间 在军事方面有更多 更明显具体的合作的话 那的确有可能反而招致美国 或者是欧洲盟友的一些忌惮 那这个就会在关系上面 发生一些这个微妙的变化 好 那最后一个来补充 讲到中国 近期在这个陆陆续续 中央放宽这个防疫政策之后 很多人就觉得似乎解封了 那现在我们观测中国的一些舆论里面 很多人就开始担心说 解封之后会不会有大量感染 或者是要怎么准备这个药物 所以有时候看一下 就觉得好像有点时空错乱 似乎现在才开始要准备 来面对这个后疫情 怎么样与疫情共存的这个情况 那之中呢 大家都还记得 我们有时候三不五时会提到 在中国的微博上面 李文亮 已故的这位吹哨者医生李文亮呢 他的微博 有时候就会有中国的网友 在上面留言 那有的时候亦有所指 嘲讽时事的也有 近期呢 就开始出现大量的文字 也是在追到 就说啊 李医生已经三年了 疫情过去了 如何如何 这样 那当中当然也是看起来 也是有一些违和感啊 就是疫情实际上 并没有从中国消失 那大家的留言里面 似乎把这件事情 当然有点放大 无论是在情感上面的 就会认为说 好像疫情已经解封了 那谢谢李文亮医师 如何如何 这样子 那也形成了一个 蛮有意思的一个舆论光景 好 那以上是今天的 daily podcast新闻 那节目的最后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 其实是我们的 算是友好单位 那报时光 报纸的报 这个时光机的时光 报时光 他们现在呢 推出了一个 蛮有趣的商品 一个特别定制的 特别日定制书 就有点像是生日书的概念 那它其实呢 是可以帮你做一个客制化 来比如说你选择你的一个生日 然后呢 帮你做成一本专门的专属书 这个书的内容呢 是把这个纸本的联合报 就做成一本书 它会挑选联合报的 比如说都是某一个特定的日子 假设7号好了 7号是9月22号出生 那就挑每一年的9月22号 它的那天头版是什么 然后就做成一本专属的册子给你 那除了你的生日之外呢 后面也会有一个固定的 比如说 这个从联合报创刊以来啊 70年 经历过的各个台湾大小事 或者国际的大事 那它的头版 当天头版 比如说美国911当天 联合报的头版是什么 全部都会收录在这本书里面 那现在呢 我们的这位友好单位 报时光 所以希望可以对 转角国际的听友 专属的优惠 如果你想要定制这个特别的 这个生日书的话呢 可以透过我们今天 Daily Podcast底下会有一个 专属的连结 不仅有折扣 而且呢 有一个很划算的一个 这个机制 可以来购买 可以来定制 那这边来讲是 因为它内容其实是联合报 当然无论你对于联合报有什么想法 这个很多人当然就五味杂陈 但是呢 我自己看的时候觉得是蛮有趣的 原因之一是因为 联合报是从1951年开始创刊 1951年 那个还在这个战后 冷战的时期 那台湾也还没有解研 那个时代的联合报 如果你去看 那内容相当的有趣 大家可以做一个惊喜的对比 无论是从新闻的下标方式 新闻的选材 里面内文的这个书写方式 那你可以跟现在的 来做一个时空对比 来呼应 非常的有趣 那中间其实有很多是世界大事 比如说我看到几个样本里面 它刚好有一几天 比如说 刚好有几天 头版是讲到南韩全斗患 那或者是有几天的报纸 讲到这个中共如何如何 那这中间就有很多历史上面的 一些见证可以来做讨论 那比如说假设你是 这个19 你是6月4号或者6月5号出生 那你那天可以预期 在头版上面会看见什么 那你可以比较一下下标的方式 内容的取境选材 那非常的有趣 好 那我自己认为呢 这个书当然其实当做送礼物也不错啦 身边也许会有一些长辈 对联合报情有独钟 可以送他一套系列 用自己生日为一个定点 一年一年的头版给他看 那我觉得他另外有趣的是 因为广告版面是有留下来的 这当中你可以看到那个广告版面 所以你也可以看哦这个70年当中广告的变化 用这个广告变化也可以看到整个台湾社会 这个消费形态啊 消费的想法啊 集体意识的变化 这还甚至里面还有一些是这个 真财广告啊 找工作的广告 这个很有趣了 好 如果刚好你是喜欢研究新闻的朋友啊 那个笔报 这个东西也是很好的资源 或者你刚好就是新闻业啊 甚至是我们听友当中 我有发现有外国的新闻业 同业啊 那这个 这个应该是有趣的资料哦 好 这个 以上是赞助播出啦 有报时光的赞助 那也给转角国际的听友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哦 我们会把连结放在这一集的节目资讯栏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可以去参考 好的 那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这几天世界杯的球赛越来越精彩 大家也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继续来看球 那我们的编辑赖宇呢 也会来负责帮大家来紧盯精彩的赛事 那近期也会陆陆续续 出一些相关的故事给大家看 那这个礼拜的重磅广播呢 也会有编辑会议 还有编辑七号我 那我们要来简单的轻松聊一个题目 也到了年底了 这个疫情的三年的摧残 大家很多人对于工作的想象 可能会不大一样 那在英国呢 也做了一个实验 让大家改成一个礼拜 只工作四天看看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效果到底好不好 那我们这礼拜重磅广播 就要来聊一下 英国做了这个实验 那具体来说 大家的感觉怎么样 好 我是编辑七号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感谢你的收听 如果想知道更多资讯 请上网搜寻 优电Global转角国际